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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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我是卡羅斯 已在一段時間沒有為大家介紹創想出品的3D彈機 主要原因是一般的列印件 用我們常用的3D彈機已經可以處理 沒有擠切需要就不需要買新 但在年多前我們發現了一款新的無限2S的3D彈機 在Kickstarter上眾籌 而這款3D彈機正是創造三位公司 以及在Stand 界很有知名度的網號 Nami Wu 所共同開發 究竟開發的故事是怎樣 以及這款3D彈機是否正如大家所想的 可以印多少就有多少 今天卡羅斯就和大家開箱兼開股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不說大家也不知道 原來這款3D彈機的開發 正正邀請了皮帶式的3D彈機的開原創建者 Bull Stew和Rankal作為顧問 因而開發出來 而這款皮帶式的3D彈機 在結構和原理上 都和傳統的3D彈機完全不同 因此如果你是分手 卡羅斯絕對不建議你第一部機買這一部 究竟為什麼搞到今時今日 卡羅斯才和你介紹這部機 之前已經說了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它正在做眾籌 所以之前在香港連買都不能買 反而在國內和國外就有 那一年前我問創想拿機 它都不會給我的 而後來卡羅斯轉了新的工作環境 我再聯絡創想 它又剛剛有事的變動 所以安排了很久 這部機才真正寄得下來 我們先來打開這個印刷這麼精美的包裝 大家可以看到盒的印刷上面 還有Naomi Wu的墨頭 很多粉絲會保持這個箱 不捨得丟 包裝一如以往 裡面有很多海綿格格 塞住所有部件 不過這次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發現很多海綿格格裡面 是乾坤中有乾坤 你開樓一格扔掉它 就哭都無謂了 拿走濕碎配件之後 你會發覺機的主體 只是分為兩模範 分別放在上層和下層 但是兩者又有一條線掌 而且我發覺兩件機體 都是異常這麼重 所以一個人的Unpack 都挺辛苦的 開箱了 我把所有部件都排出來 讓大家檢驗一下 咦 糟了 為什麼這一條管 好像只有一條呢? 看說明書應該兩條 漂亮 話口未完 原來真的在海綿夾裡面 收買了另外一條 所以你說不小心看清楚怎麼可以呢? 好了 現在真的齊齊配件了 講開以往 我砌開創想的機種 價格都是很類似的 例如CR10 就跟Ander 3 Max差不多 但是剛才也說過 這部CR30的設計和結構 是這麼特別的 外形呢 是一個燈腰三角形來的 老老實實 不看著說明書去砌 我都不是很夠膽 所以呢 我就真的認真地翻閱一下說明書 我發覺砌這部機 一定要辨認清楚那幾款螺絲 因為全部都是直電M5的 只是長短和螺絲頭不同 例如第一部呢 你就要用這一包M5乘12 看清楚它是圓頭的 剛才我找出來那兩條鼻子呢 就是要用到M5乘12每邊兩口 這樣安裝到機身上 剛才我不是說了機身分成兩部分 有條線拔著的 這個時間呢 就將另外這個框架呢 搭建上剛才那兩條框上面 而接著要出場的呢 就是這款M5乘45的長螺絲 那究竟為什麼要這麼長 又有彈弓戒指呢 看上去你就知道了 看到啦 這兩口螺絲主要在用 是要鎖死等邊三角形的頂部 不夠長的結構 怎麼會穩固呢 而沒有彈弓戒指 不斷地打印震動機身 是有機會令它鬆脫的 之後那一部呢 又是要用M5乘12 但是這款是黑色的 還有有彈弓戒指的 跟剛才銀色圓頭那隻不同 它的作用呢 跟剛才長的一條一樣 都是用來鎖死等腰三角形的頂部 安裝的位置呢 就是剛剛在山頂的另外一邊 山頂搞定了呢 就到山腳了 這裡呢 有很多支M5乘18的 銀色圓頭螺絲 好錯了 就在山腳這個位置 每邊三顆 山頂山底都鎖死了 夠了嗎 還沒夠啊 剛才不是用了兩支M5乘45嗎 就在底的位置呢 再鎖進去 那就真是穩如泰山了 之後剩下都是一些濕濕的工作 例如這個耗料的支架 就是要用M5乘12 和M5T型絲模 砌慣機的朋友呢 一定知道T型絲模是怎樣用的了 在這裡我都不再累積了 同樣啊 由開箱以來 一直在這裏調整的這個控制面板 都是用M5乘12 和T型絲模 安裝在支架上面 之後剩下的呢 就是接線的工作了 其實大部分的接線呢 創傷在出廠的時候 已經幫你接駁了 最重要是插回控制面板這個插頭 雪佛龍管 以至於你看到有什麼電線是未插的 而位置又剛剛好 就插完它的包 沒錯的了 這裡有夠音濕啊 底部還有一條Y軸的步驟摩托線 還未插好啊 記得插一下它 之後呢 就可以試機了 那我們先要給電源它 假如跟機來的電源線 是內地插頭不適用的呢 唯一條普通13M的電腦電源線呢 就已經可以連接的了 啟動電源開關 檢查控制版的畫面有沒有顯示 應該是常識了吧 大家看到了 CRL30的啟動程序呢 似乎是特別長一點的 來到這裡才叫做正式啟動完整 大家要注意一下啦 這部機的X軸和Y軸呢 和以往的概念就很不同的 它同樣都是用X和Y兩個步驟摩托的驅動 但是並非一個摩托負責一個軸 而是用了另外一種齒輪帶的前擾方法呢 讓兩個摩托合作來推同XY軸 而根據說明書呢 我們調平的第一步呢 就是手動將噴頭移動到下去輕輕地壓著皮帶面 這四顆螺絲呢 就用來固定Y軸位裝置的 根據卡洛斯看過的一些視頻 和一些文章 就說這個機的調平呢 是非常之講究的 調得不好呢 耗料是很難在皮帶上面黏住的 但是老實說呢 這一刻我都不知道怎樣才叫調得對 儘管隨便調一下它 然後就扭實四顆螺絲去鎖定這個軸位裝置 最多之後打印不到就再調過 好了 跟普通的3D打印機操作方法一樣 我們選擇運動自動回原點 如果英文的Menu呢 就即是Auto Home 在進行Auto Home之前呢 我首先手動將噴頭移高了 咦 成功了 可以自動回原點了 這四顆呢 就用來調平四角的 那我都是憑著自己的常識 盡量將皮帶的表面調平 然後打印的時候才觀察 需不需要修正 盡量方面呢 跟普通的3D打印機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先要將耗料呢 通過了這個囤料裝置 然後再經過齒輪 入雪佛龍館 卡洛斯就清楚知道 用CR30來打印 要安裝另外一些軟件 用另外的切片方法 我就隨便在附送的SD卡裡面 拿一個檔案出來打印了 咦 好像不太著床 有什麼問題呢 會不會是調平調得不好呢 我嘗試一下把它調近一點 又將耗料塞進一點 咦 咦 咦 直至有些東西就看到了 在未正式開始教大家 怎樣為CR30的打印物件做切片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打印方式是怎樣的 在這裡我們嘗試多角度觀察一下它的打印過程 你會很明顯看到噴頭並非垂直向下 相反呢 你會留意到它是有一個45度的傾斜角的 而這個應該就是剛才耗料比較難著床的原因 但是不用擔心 跟普通的3D打印機一樣 只要第一個層面不能夠黏得緊 然後問題就會減少 而你留意一下你會發覺 噴頭和皮帶的接觸其實只是在一條線上面 所以我個人覺得調平反而不會很難 最後大家就要留下 所謂無限Z的Z軸究竟是什麼 原來就是一條皮帶 很久才轉一下 結果回到虎根這部PR30 Print Roll 出之就被我組成工作了 但至於我開始前所說 這部3D打印機 無論機構以及原理 都跟我們用開的 完全不同 所以因為卡學士這麼急 一收到貨就拆開它出來安裝 而沒有想過怎樣去準備打印件 但今天最少可以告訴大家 安裝這部機 是保持了以往CRO系列 和ENDER系列的一貫作風 非常之容易 我都能夠成功入料 調平 和進行到自動回原點的操作 即是證明這部機 對於100%可以工作 至於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 就要好好研究 如何用QLO去進行密點的切片 使到它的銷盒 在CRO30這種45度邪刃的機種裡去運作 先分享到這裏 如果大家想知道 卡路斯能不能夠成功 用到這部機 打印到物件出來 就要留意我跟著發布的影片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讚和分享出去